活动消息来看到农历七月重头戏投诚抢菇 9月4号晚上就要隆重登场 攀高竞赛要用的菇站正陆续赶工中 今天镇长陈秀暖特地到现场关心准备状况 慰问工作人员 最重要的是要邀请乡亲一起来欣赏精彩刺激的抢菇 吊车吊起工作人员 往菇柱抹上牛油 借此增加攀爬难度 提升抢菇的可看性 另一边的工作人员则是忙着制作菇站 并且依照各村里的地理环境 挑选不同的材料 靠海边的用钓鱼线 靠山边的则是用藤条来绑菇站 镇长陈秀暖今天特地到场关心菇站制作过程 同时邀请乡亲一起来欣赏精彩刺激的抢菇活动 当中有60台穿 所以很感谢这些民员 现在可以传承一些感觉 可以传给少年 我们希望拥起来很壮观 在这里邀请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都可以来偷试 在我们农历最后一天 祝福最后一天来偷试看成功 其实现在这两三天都可以来 现场都有系列的活动 现场都可以看着鼓勉鼓勤 也可以看着鼓勉了 今年抢菇共有16支参赛队伍 10队是投层在地队伍 另外6队来自东山香汉外县市 谁能胜出勇夺顺风旗 后天晚上将可揭晓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